马超为扶风茂陵人 出平三年 其父马腾 受封为征兮将军 屯梅县 后腾习长安 兵败出走西凉 五虎大将中官张照 黄军出身贫寒 唯独马超是名门之后 马超出身陵兮大族 据称是东汉名将马园之后 其家族长期雄聚梁州 他本人思奸文武 雄烈过人 仪式之节 蜀英部 彭越一类人物 刘备兵临成都 一时尚不能攻下 马超率兵来到后 城中人 涉予他的威名 顿时震惊万分 刘张在这种情况下 才不得已开门出降 马超为刘备定属 立下了大功 为此刘备在称汉中王之后 封他为左将军 卫裂关羽张飞之后 马超移入刘备集团 即获得极高的礼遇 但随后却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 虽然在蜀汉的武官 卫裂第三 但既没有担当方面重任 也没有参与指挥重大战役 在他去世前 刘备发动过两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战争 夺取汉中和讨伐孙吴 都看不到马超的影子 不久 马超英年早逝 年仅47岁 事实上 马超在蜀汉政权中 是最受的排挤的 他不仅感到寂寞 甚至有一种危惧之感 三国志彭漾传 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事才傲乌 狂妄自大的彭漾被刘备贬官到外地 便满腹牢骚来找马超发行 一开始 郁郁不得知的马超 也随口附和了几句 彭漾以为遇到知己 便不知天高地厚的 煽动马超轻为其外 我为其内 天下不足定 也这句话 可以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推崇自己和马超 一文一武 一乡一将 一主内 一主外 就可以安定天下 另一种就属大逆不道了 打算一内一外 理应外合 夺取政权 但不论哪一种解释 都是狂妄的 完全可能给自己招来灭门之祸 马超听了 他的一番狂言 默默无语 但彭漾一走 便立即上表刘备 揭发他的大逆不道 彭漾立即被捕 不久被处死 马超这番行为 确实不够光明正大 因为是他先符合彭漾 也发了几句牢骚 才引出彭漾后面的 大逆不道之言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为了自保 便干起告密的勾当 把彭漾推入绝境 这样的行为 确实让人不敢恭维 不过 由此事也可以想象 马超在刘备手下 那种战战克克 如临深渊 如履薄冰的神态 可想而知 马超在蜀汉 受到的猜忌和排挤 是如何的明显 否则 他既不会有寂寞之感 也不会有畏惧之感 马超出身名门 为一代名将 为刘备取成都 立过大功 却受到这样的猜忌和排挤 不是太冤枉了吗 同样为将将的马带 黄泉 王平和江维 都受到了信任 授与重任 唯独马超却不同 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 马超本人的因素了 最能说明 马超的行事与为人的 莫过于 同关大战里 建安十三年 曹操任成相后 积极难争 但对关中和西梁的割据势力 终不放心 对马腾父子 尤其戒备 马腾举家 迁至夜城 只留超一领齐军 汉县地建安十六年 曹操打算出兵汉中 讨伐割据该地的张鲁 准备先派大将夏侯渊 率军出河东 再到关中 与筑扎那的中摇会合 有人向曹操提出 大军西进很可能引起 盘踞关中和河西地区的马超 和寒碎的一句 以为此举是针对他们 从而导致他们互相煽动 骑兵叛乱 请曹操慎重行事 曹操没有听从这个意见 在他看来 马超含遂这类地方军阀 迟早要收拾他 如果他们起兵叛乱 正好给他一个 师出有名的借口 成绩歼灭 即使如此 曹操还是认为 马超不见得会起兵 因为马超有一个 极其严重的顾虑 这就是他的父亲 和马腾全家的身家姓名 马腾的父亲 曾在河西地区当过地方官 后来丢了官 就留居当地排取了一位土著女子 生下了马腾 马腾身材伟岸 仪表堂堂 但性情温和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 马腾归顺了曹操 曾出兵帮助攻击袁绍的女婿高干 以后 马腾与含碎不合 便上表 请求到京城为官 决心依靠曹操这棵大树 安度晚年了 马腾全家居于叶城 实际上已成为曹操的人质 只要马超有任何不轨的行为 势必危急老父和全家 这是明白无疑的 正是基于上述两种考虑 曹操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 依然出兵河东 马超听到曹操出兵河东的消息 立即联络韩岁 成吟后权等实部起兵叛乱 曹操亲率大军讨伐 与马超在同关数度激战 最后大获全胜 完全控制了关中地区 古代法律规定 造反者满门抄斩 诛灭九族 这一点马超不会不知道 然而 他为了自己的底盘和实力 只因为一种并不明确的威胁 便知父亲和全家的性命与不顾 悍然起兵叛乱 结果 马腾和他的两个儿子马修 马铁以及全家两百余口 全部成了曹操的刀下之鬼 而马超自己也一败涂地 人马底盘全部丢掉 到处亡命 按照古代的伦理道德观念 马超的行为可谓不忠不孝 不义不治 既自私又狭隘 自汉代统治者标榜 以孝治天下以后 社会上最看重的道德就是孝行 因此马超的所作所为 无论在什么时候 都会遭到几乎所以人的蔑视 和唾弃 后来马超一度投奔张鲁 张鲁鉴于他的威名 很想唯以重任 还打算招他为序 有人劝张鲁 马超这种人 连自己的父亲兄弟都不爱不顾 对别的人还会有真心吗 张鲁因此取消了原来的念头 不在后代马超 马超穷仇无路 最终投奔了刘备 又立下了大功 得以封侯尽绝 但是当初他起兵叛乱 导致家族覆灭的往事 并没有因此被人忘却 他那样的为人 形势很难再得到人们的信任的 更何况有枭雄之称刘备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进入刘备集团的马超 在短暂的荣耀之后 接踵而来的便是猜忌和防范 远在荆州的关羽 放心不下 专门写信给在成都的诸葛亮 询问马超的将材 谁人可比 为此诸葛亮回信 写道梦起兼兹文武 雄烈过人 仪式之节 秦鹏之徒 当羽易得 并驱征仙 尤为吉然功之绝伦超群也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三国志 关羽传 三国演义采用了它 只是把关羽写信 改成了打算入川 羽马超比武 从而增加了故事的生动性 许多人把此事 作为关羽骄傲自大 不能容人的典型事例 还往往将它 同关羽齿于同 老兵黄忠维武那件事相提并录 这样的看法 未免有点小看关羽 更埋没了他的良苦用心 实际上 关羽和诸葛亮 是在一唱一和 意在煞煞马超的气势 婉转地警告他 诸葛亮将马超 比作楚汉相争的 英部和彭越 实在是意味深长 彭越和英部 都是当时的仪式之节 为刘邦的开国元勋 但不久不久 就因行为不轨 而遭诛命 这种四包十匾的比喻 真实的用意 是在警告马超 要想尝想富贵尊荣 就必须老老实实 安分守己 当局者如此对待马超 其他文武成绩排挤 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 马超虽有盖世武功和英明 也只能视作困仇成 危惧而已 承受在三国之 关张马皇赵传的传论中 给了马超这样的评语 马超祖荣富有 一覆盖其族 西斋说的还是连累 父亲兄弟和全家 死于非命的那件事 陈寿在为马超惋惜 还算是客气的呢 这就是三国演义中 那位人人钦佩的 锦马超的真实面目 建安十六年 曹操西讨汉中张禄 关西朱将一操玉对其不利 遂以马超 韩遂二将为首起兵 抗曹 两军在同关对峙粤鱼 最后曹操以离剑机 引起马超 韩遂二人固和 关西军大败 马超逃至梁州 马超兵败后 重整旗鼓 攻打拢西一带 其后兵败投靠张禄 而曹操亦于建安十七年 诛杀其父马腾 移其三族 三国演义中 曹操是先杀马腾 而后超起兵 为父报仇 这是罗冠中 希望突出马超之起兵 乃为父报仇 而另一方面 亦可把曹操写成为 陷害忠良的奸臣 建安十九年 张鲁不将杨昂 阴记马超才能 而屡屡向鲁进禅 马超恐张鲁对其加害 岁头刘备 势备为成都 超岁自请为先锋以攻城 城中军民大惊 刘备称帝后 拜马超为票棋将军 令梁州睦 进封立乡侯 蜀汉张五二年 马超病逝 享年四十七岁 刘备发动一陵之战时 马超已经身患重病 不久变族 死前马超 曾写信给刘备说自己一家 被曹操杀得差不多了 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只有一个弟弟 马代 希望陛下能好好待他 此时年仅四十七岁 如果马超能活到赵云的岁数 一定可以在后来的北伐中 为诸葛亮建立其功 斩江杀敌 也许也就不会有 蜀中吴大将 料化作先锋 这句话了 确实有点让人遗憾 一样的 因为这边 但是我看你 十五岁 你这样的